很多民众喜欢骑乘自行车旅游 尤其花东线更是吸引游客到访 不过玉璃正名代表吴朝城在代表会质询时表示 发现到长梁大桥上的护栏高度比一般大桥低很多 这是很危险的 他希望公所要发文给相关单位协助处理 目前没有人因此发生意外 不过就是希望不要有遗憾发生 很多民众喜爱骑乘自行车来旅游 尤其是花东线更是吸引游客到访 不过玉璃正名代表吴朝城在代表会质询的时候表示 有发现到长梁大桥上的护栏高度比一般的大桥低很多 相当的危险 希望公所能够发文给相关单位协助调整 目前还没有人因此而发生意外 就是希望不要发生 大小桥高度它就护栏高度 最起码有多于两公尺 结果我们印度真的一场大桥不到两公尺 所以说这边如果说机车族起快的话 风大的话整个人搞不好就吹到桥下去了 因为是不是可以用围桥承报的中央公路中心 就是说加一道加高一道 或许那个不修钢的一个固然 可以加高一道固然 这样子的话应该也是蛮安全的 另外五朝城也提出油漆的部分也能够尽快来重新粉刷 玉璃镇长回应 由于成林大桥的管养是由玉璃镇与布里乡共同来管理 这部分会后会再厘清了解 五朝城也希望公所能够重视 这是攸关居民的安全问题 不要一拖再拖 记者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道